28号有报道称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他们疏散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 贝卡谷地的一些关键设施 防备以色列可能对其发动的袭击 黎巴嫩政府方面当天则呼吁实现停火 来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28号表示 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城镇 麦基达尔沙姆斯遭袭后 他进行了一系列外交和政治接触 黎巴嫩政府谴责一切形式的 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 各方实现可持续停火 是防止进一步人员伤亡 和避免当地局势继续恶化的 唯一可能解决方案 黎巴嫩看守政府外交部长 阿卜杜拉·布哈比普28号表示 自去年10月离临时边界冲突爆发以来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一直指袭击以色列的军事目标 而非民用目标 他呼吁通过连离部队进行国际调查 或召开三方委员会会议 以查明哥兰高地城镇遭袭的真相 他强调 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袭击 将导致该地区局势恶化 并爆发地区战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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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